散熱重回市場主流 一次讓大家認識兩大廠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今天的 產經吸引力 一個可以輕鬆認識產經趨勢的頻道 隨著我們台灣2024的 Computest大展之後呢 再度引爆全球的AI議題 在上上集的節目 其實妍希已經分享了 怎麼挑選強勢的AI族群 那經過了這兩年的發展 AI概念其實已經不是單純的議題 而是有實質營收貢獻的趨勢 就好比全球版卡的二哥技嘉 在今年就非常有機會受惠 AI伺服器的拉貨 讓全年的營收 暴衝將近一倍以上的成長 也因此市場全部都在尋找 其他有同樣受惠AI的公司 過去節目在67集 就跟大家分享過車用的萬載 還有供應散熱風扇的見準 其實要說起見準 切入AI這個還可以稍微理解 畢竟它本身就有在做 伺服器的氣冷散熱 所以它切入也不意外 但是身為車用產業的萬載 就很容易讓人摸不著頭緒 然而這真的只是巧合嗎 為什麼近期越來越多的車用 宣告切入水冷散熱 甚至市場一度傳出 同為車用產業的艾姆勒也有份 雖然很快就遭到公司的公告否認 但是由此可見 市場對於散熱的題材的熱度 既然現在都到了 換到黑暗到開槍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到底還有哪些的車用公司 去切入這一塊 那另外 妍希也跟大家分享一檔 已經量產水冷散熱的公司給大家 所以對於AI散熱議題 非常感興趣的好朋友 就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進入主題前 新朋友幫妍希按個訂閱 老朋友一定幫妍希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轉場吧 所有的技術都有它的極限 就像上集妍希跟大家提到的 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已經逼近了物理極限 所以產業把目光轉向封裝 但是封裝又因為成本的效益問題 所以未來會有面板級的 散出型的封裝 其實所有會成為主流的技術 都是這樣 一定有它的需求背景 那既然如此 放在散熱這種技術上面也是 關於散熱的議題 其實延期去年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但是當大家都還在討論 NVIDIA到底是會用氣冷 還是水冷 還是靜默式的時候 一開始市場是把目光 放在靜默式上面 畢竟氣冷在技術的極限上 只能解熱700到800瓦 同時水冷技術也還不夠成熟 所以市場理所當然把目光 放在能解熱效能 2000到2500瓦的靜默式技術 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 整個產業風雲變色 不只NVIDIA最後決定 先採用奇紅的氣冷解決方案 連同整個產業 現在也被迫放棄靜默式的技術 轉向發展水冷 原來就在去年 供應全球八成靜默式冷卻液的3M 因為無法解決產品的環保問題 被迫宣告無限期停產這些產品 衝擊了整個靜默式的技術的發展 也讓產業只好回頭過來 鑽研水冷技術 可以從法人整理的資料看到 論效能靜默式才是最好的方案 不只呢 解熱的效能最高 也不用擔心漏水的問題 隨便影響千萬起跳的AI伺服器 對 你真的沒聽錯 水冷技術的問題 就是擔心會漏水 因為大家稍微想一下 外傳NVIDIA的GB200NVL72 它的平均售價是300萬美金 相當於1億新台幣 哇 1億的售價 怎麼樣也要小心再小心 然而呢 最終呢 NVIDIA還是在NVL72身上 使用水冷的散熱技術 畢竟氣冷確實達到極限 同時呢 在靜默式身上短期 又看不到發展的希望 於是呢 強大算力衍生出的 高費熱問題之下呢 只好回頭 採用水冷的辦法 一開始 還是先幫大家更新 台系散熱供應鏈 從這個表 大家可以看到 依照技術的不同 大致分成 傳統氣冷 水冷 還有靜默式液冷三種 其中呢 除了有傳統的電子廠以外呢 相信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泳章 吉茂 泰塑 萬載 遠山 這五家不是車用的嗎 他明明就是車用供應鏈 怎麼也切入了水冷散熱領域 我認為其實有兩個非常大的主因 第一點就是 台灣的車用零組件 曾經陷入一段產業的低潮 不只要跟汽車原廠訴訟幾十年 美國保險公司也一度因為這樣 停止客戶的AM零件的保單 導致呢 台灣的車用產業大幅的衰退 也因此逼迫這些廠商 積極把自身的技術 導向其他的利用領域 那第二呢 則是放眼現在AI強大的事況 也會用使水冷技術的廠商 搶著嵌入伺服器的市場 特別就是吉茂 就是其中的代表 說起呢 主要業務是汽車水箱 跟散熱系統零件的吉茂 去年的營運其實不大好 不只美國客戶因為升息的關係 大幅度調節庫存 又在同業的價格競爭 和匯損的影響下 讓去年的營收獲利是雙減的 不過呢 轉機就在今年3月的時候 市場傳出了 他要拿下廣達的水冷訂單 原來吉茂就是透過這筆訂單 供應廣達CDU裡面的 板式熱交換器 而且呢 透過廣達去切入了GB200 預計今年第四季 會跟著GB200放量出貨 那由於呢 廣達將產品給輝達的驗證 結果十分的正面 所以已經冒除了在四月 已經小量銷樣 一到兩千顆的產品之外呢 預期七月就要開始放量出貨 那放量出貨呢 一個月可能會有 一萬顆的散熱器的訂單 由於一顆AI散熱器的單價 約是四百到五百美金 是傳統車用散熱器的十倍以上 所以呢 不只高毛利 未來呢 能貢獻的獲利也大 因此呢 市場現在非常期待 那其實吉茂從年報 大家就可以看出 最早在2022年 其實他就已經開發出 類似伺服器用的 板式熱交換器 那由於他過往的本業 是製造大型車用的散熱器 而且還做到全球的第一試戰 依照吉茂的說法 原則上伺服器的水冷散熱 零組件 產品結構跟車用大同小異 所以呢 在跨足新領域上面 並沒有太大的瓶頸跟產能障礙 不過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吉茂在順利切入GP200以後 未來肯定會更容易擴散到 其他的AI客戶 因此呢 未來的發展 會充滿想像的空間 當然呢 這也是市場上 現在期待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把目光 看向全球筆電風扇龍頭廠的立志 立志光在22年 公司就生產超過1億顆的NB的風扇 而且全球市佔超過5成 也因此呢 市場普遍把立志看成AIPC的受惠廠 然而呢 相比AIPC的議題 近期市場更重視立志的新裝廠 因為呢 這個廠主要發展高單價的水冷散熱系統 還有靜默式液冷的散熱方案 我知道看到這裡很多好朋友會說 現在做這種解方多的了 立志到底有什麼特點 還真的有耶 原來立志過往不只拿過 美國挖礦機的 靜默式的散熱電單 更是因為他跟Intel很熟 所以呢 共同成立了散熱技術 實驗室 一起開發水冷散熱產品 而有了大廠的認證 自然呢 更有利切入資料中心的客戶 除此之外呢 公司的車載風扇也持續高成長 不只毛利優於電競筆電 更有機會拉高今年非筆電的營收佔比 重點來囉 新裝廠從5月開始量產 主供伺服器散熱業務 特別是今年AI伺服器的產品線 就要開始貢獻 法人初估 光是水冷系統這個單月產能 就有1萬套 靜默式呢 則在100套左右 然而呢 稍早立志也因為發行 吸逼 讓股價出現了一波的震盪 那延熙認為呢 隨著CB的定價確定 股價會重新回到成長的軌道 總結來看呢 在市場持續關注AI的同時 升階AI伺服器 還有AIPC雙題材的勵志 就值得大家持續追蹤囉 好啦 今天的內容差不多聊到這裡一樣 那三個重點整理給大家 第一點 隨著我們台灣2024的 Computex大戰以後呢 再度引爆了全球的AI議題 而AI所產生的廢人問題 也讓市場再次重點 關注在水冷散熱 那第二點呢 台灣車用零組建廠 透過自身擅長的水冷散熱技術 逐漸打進伺服器的供應鏈中 特別是大廠的吉帽 也因為拿下了輝達的 GB200的訂單 備受市場上的矚目 第三點全球筆電風扇龍頭廠勵志 未來除了有機會 受惠AI PC規格升級之外呢 更因為和客戶 Intel合作散熱實驗室 讓未來的新裝新廠 有機會放量出貨 所以今天特別介紹給大家認識 那今天呢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記得幫妍希按個讚 按個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囉 明知不投資方箭 法官投顧11盡管投顧是第015號